五天節目 代表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今天禮拜五 我們祝大家新年愉快 隨著明天就要做跨年動作 展望新的2017年 會有怎麼樣新的發展 我們看台北股市 在2017年即將封關之際 在今天大漲 特別是早上 金管會正式宣布 包括財政部也同時配合 宣布把台灣當衝的 正交稅 由千分之三 腰斬到千分之1.5 直接刺激了台北股市大漲 我們要怎麼形容這個政策 官朋友們用這個字來形容 叫做很賤的政策 我不是要罵人 官朋友 我們要有學問 為什麼叫很賤的政策 我們廣告回來跟官朋友提醒 這個賤字是怎麼游覽的 為什麼賤人就是矯情 這個賤字在中國的文字當中 其實有非常大的含義 背代表貨幣 割代表戰爭 殺盡殺出勢為賤 所以我們看到鼓勵當衝 是不是一個很賤的政策 很賤的政策 能夠把台北股市給付輸跟繁榮嗎 我們今天針對 證交稅的調降 來看看到底台北股市 持續亮縮的原因 跟流動性有關嗎 還是跟大學招生率有關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 最近其實有商品大漲 就是從美國商品交稅所的認證商品當中 比特幣成為2016年漲幅最大的商品 完敗了原油 完敗了橡膠 甚至比外匯或貴金屬表現更優 那比特幣持續創高 是不是有機會來挑戰三年前的一個高點 從比特幣的過去到未來 我們要怎麼解讀新的一場中美的貨幣大戰 從比特幣可以看到結果嗎 從比特幣創高 可以看到人民幣的貶值的未來嗎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 台股的抽碼專家阿斯批林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 我們的財經司馬籤孫怡 好 第三位我們請教 我們分析師大K曾煥文 當然最近其實我們的坦克爺 他叫孫英廷 大家都知道他叫坦克爺 不知道他叫孫英廷 其實坦克爺基本上對於很多 中國的古文學有非常多的研究 最近試圖用古文學的先人智慧 來解讀現在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政治 外交 文化 跟財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先將我們趕快來觀察 大家怎麼解讀這個證交稅的條件 為什麼用建制來衡量 來建制來形容 他真的是一個很建的政策嗎 又會把台灣的財政結構 跟台北股市的流動性帶到何方 將我們告 懷邦英解讀 建這個字 好 今天我們看到政府丟出大地多 在年終歲末之際 特別是為了拯救台股提振量能 正式宣布 這個當沖就今天買今天賣 今天賣今天回補的當沖交易稅 由原來的千分之三 調降到千分之1.5 事實上台灣在證券股票交易稅是世界最高 其實這個證交稅在台灣是有非常大調降的空間 可是為什麼證交稅不能降 在過去的一個財政的邏輯當中是因為台灣是全球少數國家當中 沒有科徵資產利得稅的國家 也就是台灣的證交稅 其中隱含著資產的交易利得稅 那現在為了當沖 為了刺激流動性 把證交稅由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1.5 等到立法院通過之後 準備事刑一年 先試試看好不好用 這有點病急亂投醫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他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因為證交稅調降真的有機會救台股嗎 那因為證交稅調降 真的台北股市的成交值就能回升嗎 那這個官方的說法 因為臨近的國家新加坡跟香港 他們的證券交易稅 不管是買方付還是賣方付 都是千分之二 台灣什麼時候是香港跟新加坡 觀眾朋友 香港跟新加坡 他們簡單講叫城市國家 他們也是金融中心 他們沒有一堆農民要養 他們的進口的水果很便宜 台灣有很多的老殘窮要救 事實上不是只有金融業 還有製造業 不僅有製造業 還有一堆的傳統的農業 跟低端服務業 新加坡沒有 香港沒有 台灣老是跟新加坡跟香港比 什麼意思 好的不比 竟比一些不好的 但事實上你要跟成為金融中心好了 我們看到 預估這個證交稅一年會減收37.5億 但財政部長許玉澤 當然我知道不認識他 他就是財政部長 就他 記住他 他叫許玉澤 知名度蠻低的 他說 假如當沖假如能夠刺激100億 每天成交值的話 可以透過降稅 把稅計擴大 把這個稅給賺回來 那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能夠提高 一到兩成的證券交易量 就是我們做解讀的 好 我們等一下解讀這個字 是不是很爛的政策 我們先用八個載解讀 現在台灣政策就是 小賭移情 大賭發家 什麼意思 你不好好把台北股市的經營環境給經營好 反而是用這個鼓勵當沖 來刺激交易 很特別喔 那今天最諷刺的是 開放當沖之後 台北股市成交帳數 第一名是黑的 很可愛吧 就是開放當沖之後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了100點 漲幅突破了1% 重新站回了9200點的大關 可是今天開放當沖交易 成交量最大的 竟然是黑的 害於彩晶 所以到底是不是小賭移情 大賭發家 我們要跟隨政府的政策走 我們就來看這個政策 因為流動性 尤其是當沖 就是當天買當天賣 完全不爆倉 針對短線的價格行為 跟消息行為 來做進出的一個判斷 甚至是靠一種FU 來做進出的判斷 所以大量刺激 短線投機客的不斷的交易 當然受益最大的就是證券商 可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政策是很賤的政策 我們不是貶低 我們是稱讚 因為我們剛剛廣告直接提到 這個劍字你把它拆開來 它的左手邊是貝字 貝字 貝哥哥 為什麼叫貝字 貝的意思 說文解之話 它就是一個貨幣的意思 貝殼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 它是一個貨幣的意思 那為什麼叫劍呢 因為哥 哥是一個戰爭的概念 所以貝哥哥的意思就是 殺進殺出 所以為什麼叫 這個守劍 就是你常常進進出出 說阿哥說 世光你下單慢一點點 不要守劍 什麼意思 你不要老是殺進殺出 那為什麼叫劍人就是矯情呢 因為殺進殺出的人 基本上沒有基本判斷 全部靠 FU 矯情在判斷 所以這個劍的政策 很劍的政策 由部長來鼓勵這劍政策 是不能刺激台北股市 我要請教阿斯平 我們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 從台北股市2008年之後 《金錢報》 裴德官票走了這8年 當時其實在2012年 台灣的財政部長 劉易如提出了正所稅的附贈 為了公平正義 為了改變台灣的財政結構 太多的稅賦 壓迫在勞工的手上 那竊也減稅 那土地交易 股票交易都不用納所的稅 使台灣的財政邏輯 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好當然這個政策 被大家罵翻了 甚至說台北股市的 長期流動性跟大戶出走的關鍵 可是到了2015年 去年的11月 財政部長 張聖和宣布廢除 可觀看我們看 這個成交量 2008、09、10、11、12、13、14、15、16 有復甦過嗎 沒有復甦過 甚至我們在節目當中提過 不僅是台灣 包括美國股市 包括我們臨近的 韓國股市 日本股市 甚至香港股市 泰國股市 新加坡股市 過去這八年 都在做量縮 所以市場的量縮 是因為稅制的改變嗎 其實這個原因不在這邊 你說大戶出走 是這個原因嗎 也不在這邊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沒人做 會因為你賺錢被瞌睡 給跑走嗎 觀眾朋友 我要舉今天另外一個新聞 來做一個觀察 這個新聞 今天我們看自由時報燈 大專的註冊率 有150億個系所報大 觀眾朋友這跟證交稅 有什麼關係 我們看其中新聞 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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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醫學系 電機系 法律系 竟然 考到的人 沒有去註冊 之前怎麼了 他們到海外掛牌 什麼意思 今年考上台大醫學系 考到台大電機系 考到台大法律系 這些人用功 這些人天才 因為世光考不上 所以很羨慕他 結果他們考上之後 不去註冊 什麼原因 他們決定到海外求學 他可能去加裝 不課來 甚至去北大數學系 但他不願意留在台大 觀眾朋友 你從這個問題 就看到台北股市問題 連這些最優秀的學生 已經考上了台大醫學系 台大電機系的狀元 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 他們不願意留在台灣念書 反而放棄了註冊 去海外念書 台灣有一堆優秀的企業 寧願犧牲在台灣上市的機會 越遠赴重陽到海外掛牌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阿斯坪明 事實上不是流動性問題 因為只要台北股市好 你擋它不准來都要擠進來 事實上台北股市 你裡面都是爛語充數 你歡迎它來 免費來都沒有人要來 所以我說把這兩個消息結合在一起 到底是因為證交稅 證所稅的關係 使得台北股市沒有投資機會 觀眾朋友你扪心自問 今天你不買股票 是因為台北股市所得稅太高嗎 交易稅太高嗎 主要你會問世光要買什麼 觀眾朋友你會問這問題嗎 世光買什麼 我跟你講 明天保證我推漲股票 東國小大可以推 保證漲停板 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證要課所得稅30% 你賺錢的三成要捐給社會公益機構 你幹不幹 你一定說沒問題 世光你跟我講 好 我們今天就到大K的FB 來公布這個股票 公布之後你賺成三成要捐出來 你又不願意 一定願意 可是為什麼你會怕證所得稅 因為你說大K你還沒講 那我怎麼都買股票 當然沒有流動性 所以我要請教阿哥 從這一次大學的註冊率 來看台北股市 最優秀的學生 最好的台資企業 不留在台灣念書 不在台灣掛牌 台北股市怎麼會好 所以這個證交稅的一個停證 這個很賤的政策 鼓勵殺進殺出 小賭移請大賭發家 真的讓同志朋友發家嗎 您的觀察 對 如果這樣刺激當充 成交量就會起來 我們之前就已經開放現股當充了 那量就要爆充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一直當充跟成交量無關 譬如說跟阿思平講說 阿思平說世光明天多交一兩個 我幫你按摩好不好 你就多交一兩口 你又輸錢了 你說我不想做了 對不對 你說你再交易 我送你喝飲料好不好 你說好 我又多交一兩口 就你一直輸一直輸 你說你給我再多東西都沒用 我輸光對不對 你不能叫我坐在這邊的人 一直下單 你應該說叫司馬謙 叫大開一起來下單對不對 那他沒有下單的 你跟他講 當初很優惠 我有付飲料 他馬上就沒下單 所以他吸引這些人進來下單 而不是說一直鼓勵 現原有的人一直衝 衝衝 輸光了 他就出去了 沒錯 對不對 所有人 不然你叫財政部長來示範一下 當衝對不對 衝一次他可能一個月薪水就沒了 對不對 你叫他一次修黑一百萬對不對 殺見殺出 早上去買彩晶 因為最多人買對不對 收盤賣掉 輸多少錢 輸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你說我降稅降一半對不對 你說不行 我輸的你要賠我一半 對不對 不然我這樣哪夠輸 對不對 所以當衝反而會讓這些人 快速的流失 散戶死更快 對 現在台灣就沒散戶了嘛 那更重要的是又沒有大戶 為什麼 因為散戶可能沒得選擇 我旁邊就是證券公司 我就只有台幣賬戶 我只能買台股 但我大戶呢 我可以買陸股啊 我可以買美股啊 對不對 我可以買澳洲的股票啊 所以我有得選擇 那你台灣有什麼好 你台股會不會動 又漲不動 所以變成沒得選擇的話 變成是完全競爭 你看嘛 我看包括國泰跟富邦 官媒我們講這種具有大型跨國的能力的 台灣的保險公司 他是買紅海債還是買蘋果債 他當然買蘋果債嘛 官媒你懂意思了嗎 因為蘋果倒了 紅海一定倒 紅海倒了 蘋果活得好好的 重點是蘋果的股價跟債券利息 都比紅海表現好 你問富邦 你問國泰 他是要買蘋果還買紅海 就我了解 他們買了不少蘋果跟蘋果債 可是他們手上有多少紅海 相對的比例就低很多 所以對於這些國際大戶來講 他離開台股 並不是因為證所稅 證交稅 是因為我有能力出去 我就買蘋果嘛 你們台灣散戶玩瓶蓋股 我玩蘋果 那才是貨真價實的嘛 是啊 所以我們來看 整個不大戶一出去 你說那散戶會比較好嗎 沒有 散戶更少 因為沒有大戶 輸光 量就起不來 被法人給KO了 對 我看這是每一個月的 一個交易人數 對不對 以前看大盤熱絡的時候 最多可以到200萬人 一個月 你這多長的圖 這個是從那個88年 民國88年 1999年 對 很久以前來 就等於這個世紀以來 對 所以最多可以有200萬人 一個月都跳進來操作 台灣十分之一的人都在裡面的 是不重複的 200萬個戶頭 對 隨便問10個人 就一個人跑進來交易 多好對不對 雖然以前我們會很擔心 說太多人在交易 會見到高點 那我們現在很擔心 沒有人交易更慘 對 其實是高點低點都沒用 對 可以到目前人數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了 對 所以現在我們擔心 以前我們會很擔心人太多 現在不是 現在是沒人 對 一直維持都在100萬出頭 是 人越來越少 都沒有人願意交易了 對 所以現在是外面的人不進來 不來 對 所以已經開戶的人 他不一定要交易了 對 我開戶了 但是我懶得交易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會過去買美股了 我可能會過去買入股了 甚至會過去買歐元了 所以已經在廠內的人 他不玩了 好 那我說 那廠外的人呢 可不可以有廠外的人願意玩 對不對 你說這些人不忠誠 趕出去 我們有新生代 一個是存量 一個是增量 對 我們存量在變少 對 我們沒有增量 對 我們沒有增量 因為少子化 你說股市跟少少有關係嗎 有關係 你看我們來找開戶人數 是 一是剛畢業 剛開始工作的 這些人 就是我們未來的棟樑 想做資產管理 對 他就會去開戶 所以看這是每一個月的 新增開戶數 你也是從民國88年1999年到現在 對 一樣 你看 以前那個時候 這麼多人是黃金時期 所有人都要開戶 是 開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每個月都七 八萬人 對 都七 八萬人 一個月就七萬人 那時候券商也在笑 對不對 然後股市投資人也在笑 對不對 後來第二波 這個地方也很多人 也有四 五萬人 每一個月 股市才會有這樣融景 因為一直新的雪進來 所以他進來可能是大戶 他可能帶著兩 三百萬 兩 三千萬進來開戶 是 但你看到越來越少 過去大概2005年到2011年 平均大概都有兩萬到三萬 每一個月在開戶 現在每個月大概都不到兩萬 大概都在一萬三 一萬四這樣子 對 沒有一個月超過兩萬 所以我說實在 觀眾朋友少直話 這個我們講出一點 台灣沒有課助愛稅 一樣生不出小孩 你現在把交易稅減低 你就會生得出更多的投資人嗎 這很簡單邏輯 所以事實上你降低交易稅 取消做愛稅 台灣少子的話不會解讀 不會解決 你不去解讀你這個大環境的本質 你去取消股市的做愛稅 這個股市就會多很多小孩 然後會變很熱絡嗎 不可能 今天大家不生小孩 不是因為有課這個性交稅 是因為沒有未來 養小孩的風險好大 也不知道他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而且這過程很辛苦 這個問題在這邊 我不投資會稅交易稅 我真的覺得這個政府腦袋很特別 對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制度健全化 台灣的特色以前都是散戶市場 政府訂了很多很奇怪的政策 在保護散戶 保護到最後還是死光 所以你應該教育散戶 而不是一直用奇怪的政策 你看美國沒有漲跌幅限制 市場有爛電嗎 沒有 對不對 索羅斯還是晚 美國從來沒有討論稅資問題 美國的資產利得稅很高 從來沒討論過 對 沒討論 因為都是索羅斯在晚 巴菲特在晚 對不對 台灣都是散戶在晚 那就是說 我要保護這些散戶 股票如果忽然大漲大跌 我就叫你忽然15分鐘買賣一次 30分鐘買一次 你剛剛就要5天買賣一次好了 對不對 剛剛叫做你這個 一口七大五根漲停太過分了 5年後才交易 那你誰要交易 對不對 沒有辦法交易了 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 我最好的方法 那天我問我的指導教授 他提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磕不交易稅 觀眾朋友有意思嗎 就是你開戶不交易 要磕保管費 磕不交易稅 你手上有股票 你報三年報五年不動 磕不交易稅 你磕不交易稅 比降低交易稅有用 就是RSP0 你記得你股票現在報了一堆 你不交易 我要磕你不交易稅 事實上還比較活絡 對 所以我們要刺激這個股市 要想一些其他方法 法國 觀眾朋友不要覺得開我玩笑 我開玩笑 法國就是磕不交易稅 你懂意思了嗎 就是他掛了一堆單 結果沒有成交 你下次再這種掛單 我就磕你不交易稅 觀眾朋友你不要以為我開玩笑 所以很多事情 觀眾朋友很多認證的事情 我們輕鬆講 很多該輕鬆的事情 你不用認真講 所以我們看很多財經大佬很認真 其他規則 基本上證水稅 證交稅影響股市 不交易稅 法國就這樣做 你不要每天給我掛單 你掛單沒有用 你不交易 掛那麼多單 我要課你不交易稅 事實上法國就這樣做 是啊 所以我們一直為散戶 你說當衝是誰 一定是散戶 你跟外資講叫他當衝 你跟國泰人壽說 你可以拿個200億來當衝 你叫央行總裁 彭文來來當衝看看 對不對 保證國家都輸光光 對不對 所以你說我們叫我們國家的 操盤團隊全部當衝 對 行政院長跳出來罵 怎麼可以當衝 這勞保金金 撥百分之一來當衝就好了 對啊 他們敢衝嗎 會衝死 會輸光 他知道當衝多可憐 你說你只要國安基金當衝免稅 對 你衝一次 我給你一趴的那個佣金 要不要衝 還是輸光 對不對 光今天那個財經就輸不少了 對 所以不能再繼續用 這種當衝這種短視盡力的方法 對 你要用長期結構 讓這些大戶願意進來 你看現在台股多慘 今天到一點 總共有五十幾家公司 它的成交量是零 台灣一千千 等於大概百分之三的公司 三十三家就有一家 對 那是零 一張兩張的還很多 十張以下 今天成交量在十張 今天五個小時 成交量在十張以下的公司 佔兩百多家 有兩百 八分之一 每八家就一家 幾乎不會不太 成交量在十張以下 對 這邊五十幾張 零的 五零到沒有成交量 因為它就壞掉了 我們又不是美國那種 好幾萬家公司 對不對 我們這才一千多家而已 對 成交量那麼小 所以才會造成這種狀況 是 你看我們來找 這邊是不是都是地雷股 我們來找一間公司給大家看 這個叫誰 寶島科 以前很紅 就寶島眼鏡的對不對 公司地雷嘛 你看一張成交量都沒有啦 是被禁止了嗎 還是嚴格交易 眼鏡壞掉了 單字都有下 買賣都有掛 走率還是很認真在掛 因為不掛 以後公司倒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 上次是地雷嘛 你說寶島科是地雷 我們給你看它過去的獲利 你看寶島科過去104年賺6塊 賺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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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這麼多錢的公司 算是很機優 剛剛那個第一名交易量的 財經有賺這麼多嗎 沒有 還虧錢啊對不對 但交易量這麼大 那這個好的公司 竟然沒有交易量 今天一整天一張都沒有 對 我公司掛牌幹嘛 就是我公司如果有要變現 有要籌資 我可以賣股票嘛 完全沒有交易量 公司敢賣嗎 財務長說 老闆我們要賣股票 董事長跟財務長講話賣股票 他說不可能賣 為什麼 沒有交易量 對 沒有交易量 寶島科這樣子好公司 算有賺錢的 他會變成怎麼樣 他三不轉怎麼樣 就入轉了 對 到時候怎麼樣 入不轉 人轉 對 我就下次 我去大陸掛牌 天天漲停 對不對 像台灣現在到大陸掛牌的 惠嶺科 聯發科子公司 對 不但漲停 成交量很大 那你這樣子 競爭力就會越來越弱 那這樣子奇怪的政策 讓台股躲過了七年之洋 什麼是七年之洋 就是沒有人交易 所以才不會跌 明年二零七年了 對 台股現在最難講 就是會跌 為什麼 沒有人 市場上沒有人 所以很難跌 對 也沒有人賣 對 也很難漲 很難跌 就是不會動 他是一個不會動 他把市場搞爛掉了 你懂什麼 跟大陸之前的政策一樣 把市場搞掛 OK 那就不會漲 不會跌 但是這樣不對 你看台股過去 剛從一千點漲到一二六八二的時候 沒過七幾年抓更久 對 重挫五千點 五千點以後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年過後 又重挫三千七百點 就是多頭是走七年 空頭就做拉回 一次就重挫三四千點 七年之洋 他忍七年就要重挫一次 第二次一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年後又重挫三千九百點 對 所以正常七年就要 空頭就要來攻擊一次 這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 今年 今年應該是空頭要攻擊的時候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市場死掉了 攻擊不掉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政府的德政 就是說他可能 但是會不會癢 他是癢 只是時間問題 所以會不會延後到明年 那我們就提防一下 因為可能配合美股 所以空頭慢一點癢 好 我們看到市場 台北股哨這個證交稅條件 我們當然注意到 這個證交稅犧牲掉三十七億 他拿什麼東西犧牲掉 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 事實上目前台灣補貼 這個弱勢家族一央午餐 一年只不過花二三億 就拿這個錢去補貼市場的投機 甚至過去九年 這個營建署為了補貼 弱勢青年的租 一年也不過花十二億 拿三年的租補貼 來去補貼當充 觀眾朋友這是對的嗎 所以我們才特別提到 從大學的註冊率 台大的電機 法律跟醫學系 都沒辦法註冊而滿 什麼原因 好的人才跟好的公司 都不選擇留下來了 今天你問問自己 再問一遍 你覺得台北股市有未來嗎 大家可以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事實上 我們現在準備另外一個地圖 這是全球億萬富豪的一個分配圖 事實上 這個財富分配布軍的問題 不僅僅是台灣才有 這特別是上市公司 跟台灣人才的流失 才是一個國家 從經濟除瘡的政權市場 死掉的一個重大警訊 你幫我做觀察 好 這個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你想想看 世界上有哪一個投資大師 是靠當衝變成投資大師的 沒有 應該沒有 你說索羅斯 巴菲特 索羅斯一直做當衝 伊坎 沒人 就是沒有人 所以你現在要大家去做當衝 那真的是 就是像剛剛阿哥講的 賤人 就是長期來講就是死路一條 賤人 就是賤人 對 那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成交量不錯 563億 563億 跟過去比起來說真的 今天漲勢最明顯的一個族群 除了一些電子股之外 其實這個證券股 對 證券股你看今天 包括什麼宏遠鎮 大眾鎮 抗和鎮 漲幅都在3%以上 對 對 其實這種降證交稅 理論上 這證券股會全部拉漲停 沒錯 對 其實還漲不太動 你知道嗎 就漲2% 3% 對 過去是要大概1000億以上的成交 大家覺得證券股要動了 他們要賺錢了 結果沒有 現在500多余 他們就會動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日行情 大家要特別小心 但是這個 這個當衝 當衝交易稅減半 我覺得有個地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它這邊有一些配套措施 包括這個 將來盤中零股交易也可以 過去零股交易是盤後 就是說這個資金比較少的人 我盤後才來買 就像你把他趕進來 說你盤中也可以買 對 然後這個原本定時定額 定時定額基本上也是屬於保守 跟長線投資 可以麻煩請進來 全部人都趕進來 然後這個 當然這比較好一點 陸股 這個ETAP可以延長交易 跟陸股做接軌 但是我意思說 我們都喝過這個橘子汁有沒有 橘子如果很甜的話 這個果肉很甜 但是如果你把橘子的籽跟橘子皮 一起炸下去的話 會變成酸的你懂得是嗎 沒錯 所以現在台北股市就是這個 你剛說那個 沒有橘子肉的 開始把橘子皮 橘子紫全部丟進去 一曲幾斤來繳這個汁 那個味道就變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是 那台北股市我們簡單比 我們跟這個藍色的是紐約股市 然後紅色深圳 然後上海跟台灣 以市值來講 台灣當然沒辦法跟他們比 但是台灣的市值說真的 你看跟深圳來比 這個差多少倍 深圳大概是將近4兆美金 對 台灣大概只有0.8兆 是 這完全沒辦法比 重點你再看周轉率 你當中要賺錢 你周轉率一定要高 你看台灣的周轉率在裡面 其實也是最低的 然後本益比 因為你公司其實沒有賺那麼多錢 本益比也低 然後股價禁止比 大家說台灣股禁比很低 當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人要玩 你股價低 股價禁止比本來就會低 這個獲利低 股價禁止比很低 這很正常 所以大家不要把股價禁止比低 當成唯一一個 可以買進的一個訊號 但是你知道台股在量數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很辛苦 有的人不辛苦 你知道誰不辛苦嗎 大股東不辛苦 這有一個新聞 大家應該沒有注意到 12月26號 就這個禮拜二 有一家公司 我不是要講這家公司好或壞 對 我們是他自己公告的 12月26號操縱 他們公告 做電磁模組的 對 就散熱模組 散熱模組 對 他公告什麼 因為他收到了這個 投資人保護協會 保護協會的函 然後他說他依法行使 歸入權 什麼叫歸入權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他說因為他收到這個函 然後通知他們有某個大股東 跟他的配偶 對 未成年子女呢 在今年的2月18號到5月27號呢 陸陸續續有交易 該公司的股票 買自己賣自己股票 對 結果你知道有多厲害嗎 賺了2300萬 哇 而且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剛講2月18號到5月27號呢 這一檔股票是從160塊 跌到100塊 還可以賺2000多萬 還可以賺2300萬 對 所以這大股東是佛心來著 幫公司賺一點外快你知道嗎 對 然後再行使歸入權 對 行使歸入權 對 如果沒有來函的話 可能就不會行使歸入權 對 所以你知道其實量縮歸量縮 但你知道大股東其實這個 還是好忙 還是非常就是大家自己去想像 我不多說什麼 對 剛剛講到結構面部分 真的台灣最近的人才一直在流失 你說之前我們討論過 包括像是台積電的講霸 講上義 已經確定要去中心了 然後現在像外傳說梁夢松 之前去三星的 梁夢松可能也要去 但是還沒有證實 對 但市場上說蔡立新會不會去 但他是否認 重點是 高企權也已經去了 高企權已經去了 所以你知道台灣高階人才 已經開始過去 但是我前兩天看新聞 國發會的研究員 在立法院受質詢的時候 立委就問他說 台灣到底有多少這個 科技人才去中國大陸工作 他說大概是50萬到100萬人 聽得我都嚇一跳 你知道是這麼多 我覺得這又來選鼓 真的要特別小心 好 我們先進行廣告 回來觀察 因為事實上 我們為什麼要從今天的新聞 從台灣最頂尖的大學 最熱門的學科 考上不去報到 來看台北股市 台灣不是沒有競爭力 台灣不是沒有好公司 台灣不是沒有好人才 可是因為台灣政策連續的失誤 跟大環境社會氣氛影響 使得好人才好公司全面外逃 台北股市只是台灣經濟一個縮影 靠著這種小賭移情 大賭發家的 調降證交稅的賤政策 真能夠救台灣的經濟嗎 我們先進行廣告 回來做進門觀察 我們剛剛花了很多時間講賤 被割割 貨幣殺進殺出 就視為賤 這個賤字是這樣由來的 當然我們看這個新聞 為什麼我今天要用 這個大學註冊率 因為事實上 你從一個國家的人才的 留得住留不住 觀眾朋友 不要想說什麼蔡立行 高企全 梁孟松獎上義 連這些高中生考上大學 台大電機考上不去註冊 台大醫學系考上不去註冊 台大法律系考上不去註冊 觀眾朋友 連一些最優秀 你們考上醫學系 電機系 台大法律系的人 應該是台灣高中生第一名 連這些第一名都知道 不要留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這有點恐怖 你說這些人現在做了20年 他的主管的位階來到高峰 需要一個更大的市場 更大的舞台就算了 這些人連舞台都還沒有 連一個工作都還沒有 他知道待不下去又快走 所以我們看到聯發科 他的子公司惠鼎去大陸掛牌 拉出了一個20幾支掌聽板 市值甚至超過母公司 你認為聯發科的老闆到員工 心裡怎麼想 觀眾朋友 這問題就來了 我甚至觀眾朋友 這個新聞更爆笑什麼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林非凡跟陳維廷的母校米系 台大社科院跟清大的人文社會學院 科學院 社會院 竟然碩博士的註冊率是零 觀眾朋友 你懂多爆笑嗎 因為這些高中生看到他們 這些可能學長在街上的成就 紛紛拋棄這個學校 很妙 台大社科所的註冊率極低 碩博士掛蛋 大學生的註冊率也不達百分之百 那清大更慘 就是林非凡 沒有人要當他們學弟 觀眾朋友 這不是時光講 你去看這報紙 你去看一下教育部功能網站 沒有人想做林非凡跟陳維廷的學弟 他們給台灣留下什麼寶貴的資產 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從高中生想到自己未來的時候 他們把林非凡跟陳維廷當神 可是你要不要做到學弟 NO 不要 這個是很妙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這個大K 我們或許帶來政治 可是就是因為政治讓台灣完蛋 本來一個很美好的寶島 一個很好的基礎 本來我們有一個很棒的未來 現在 第一個 不去想想做錯了什麼 反正搞一些怪政策 用一些什麼當沖減半 這種短線的急救措施 讓台北股市死得更快 將它死得更難看 所以人才跟企業的留不住 您在觀察 對啊 剛剛說這個台北股市 這個人才已經開始留不住了 企業部分你剛剛也提到這個聯發科 聯發科子公司惠鼎 今年去掛牌之後 當天不算 之後連續二十天漲停板 對 一路的標 這個報酬率我也不用算了 大家自己去算 但是這只是IC設計 大家想說IC設計還好 現在連食品業都過去 元祖跑去 對啊 元祖前兩天過去掛牌 元祖懸鼎跑去掛牌 對 他在當天不算 也是連續兩天漲停板 對 今天也是一架到底漲停板 元祖也是有 還不知道元祖跑去大陸掛牌的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掛牌 這個雅翔 雅翔在台灣是做無程式的 對 就半導體相關設備 一樣 今天掛牌第一天漲幅 到盤中大漲超過40% 來到43%左右 43% 一天漲43% 對 所以你知道從這邊 就形勢比人強 去那邊掛牌 基本上才有掛牌的意義 對 掛牌就是為了要有融資的活動 而且像雅翔做無程式 他也把市場擺到那邊去了 你的元祖 但元祖在上海發展很大 現在也決定 觀眾朋友掛牌什麼意思 就基本上等於把戶籍搬到他家 戶籍搬到別人家的意思 那觀眾朋友就懂意思了 就再也不是台灣企業了 或許他以前的祖籍 可能世光是黑龍江人 所以祖籍黑龍江 可是世光是哪裡人 我當然是台灣人 因為我台灣出生了 可是事實上 當我戶籍移過去 我的下一代 我移到了香港 就是香港人 我移到了索馬尼亞 他就是索馬尼亞人 只是你爸爸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台灣 方面那是我們自己趕局 去索馬尼亞也不想留在台灣 事實上這些台商 他留了一個血緣身分 可是把戶籍給牽走 就是台北股市的悲哀 對 沒錯 像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像潤泰拳高興零售 這也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高興零售在香港掛牌 中國大陸 對啊 他今年漲了77% 那吉祥潤泰拳 今年下半年其實有漲 但是如果我們以整年來看的話 還跌7% 對 他去年的收盤這邊 那目前在這地方 他今年還是跌7% 所以說即使是高度相同一家公司 在不同的地方掛牌 尤其在台灣就是矮人家一劫 那我們剛剛講人才公司都離開的話 像連投資 最近有個新聞就鴻海 鴻海跟夏浦要合作 對 河浪很大 對 對 投資了70億美金 大概要蓋全世界最大的面板廠 群創 對 那你說這個群創不好嗎 如果群創很好 我為什麼要去大陸蓋廠 所以你要去想這個背後的一個問題 鴻海把70億美元的 世界最大的面板廠 不是選擇在台南群創 而是跑去廣東 對 是 所以說剛剛講人才公司 現在連投資的金額也流過去了 是 所以過去來講 其實已經很多公司開始在這個 先過去掛牌 你看包括像日月光有沒有 它這個環續電子 男子電 護電 不管是插股的方式也好 其實大家慢慢都想要 往中國大陸做一個移動 其實為了就是 你掛牌就是為了有高本益比 跟高融資的這個方式 方式 所以我們知道市場的流動性很重要 可是事實上 你用這些急救生的方法 救不了台股 甚至會害到很可憐的 台灣的散戶投資人 當然我們世伍以待 在明年台北股市這個當充放量之後 台北股市會是漲還是會是底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一個議題 在這個中美貨幣大戰進入2017年 在美國CFTC 這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所當中 很特別把比特幣在2015年的9月份 納入了一個核可可交易跟認證的商品 當時這個解讀很特別 因為比特幣並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實體商品 可是在去年的9月份 為什麼美國CFTC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所會把比特幣認可 它是一個期貨商品 很少CFTC會做這個事情 就是它不是一個實體交易的東西 可是認同當時在同年發生 就是中國正在跟國際的貨幣基金 在討論SDR權重的問題 所以貨幣大戰的競爭 說實際上美國很聰明 它並不是美元跟人民幣對打 它拉出一個新貨幣 為什麼 因為全球貨幣持有的存量 其實要改變很難 那是個習慣問題 可是企業或一個新商品要爭取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增量的角度 就是存量我可能影響不了你 可是我創新市場就所謂的紅海策略 不是這個藍海策略 不是紅海策略 創造一個新的藍海 那就是增量 沒關係 美元的存量你打不過我 但未來我美元搶不到的 人民幣也別想要 這個貨幣就叫做比特幣 所以2015年9月份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所CFTC 會把比特幣列為一個合格商品 其實這個背景 欠到後面的貨幣大戰 那最近我們看到比特幣價格狂飆 在過去這個禮拜 最高手再度的報價 來挑戰2013年12月1200塊 最近來到985塊錢 可是我們要看到這個貨幣現象 為什麼因為全球的貨幣信用 其實不斷不斷的喪失 這個錢亂硬 錢能夠這樣用有點離譜 可是我們回來看比特幣 比特幣會讓我們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貨幣現象 什麼原因 因為比特幣當初發行的時候 就有給出一個限制 最高發行量不能超過 2100萬單位 所以也就是到2040年 2040年 2040年 比特幣應該就飽和了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供給量有限 而且交易量很大 所以會產生一些避險 或對於貨幣的投機需求 導致比特幣的狂飆 可是我們從比特幣的崛起跟茁壯 我們就要預測比特幣的未來 比特幣未來也是我們的無奈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中央銀行總裁 我們不是操縱的子女觀眾 可以在160 跌到100塊 還賺2000多萬 我們都不是這些人 從貨幣的有限性 我們看到人 尤其是嚇成人的可悲 我要請教我們的財經的司馬謙 因為其實我們的孫義廷 坦克也其實對文史很有研究 我們怎麼看到 比特幣的現在 過去 重點是未來 從這種虛擬貨幣的極限性 到底它能夠取代 現在我們看不爽的台幣 看不爽的人幣 看不爽的美元嗎 您能觀察 比特幣當時的發行人 他認為說 貨幣如果說把總量控制住 就不會有通膨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看現在亂令之後 其實就引發通膨 邏輯上這樣子 就是資產價格狂漲 對 其實比特幣的未來 其實我們從過去 來看幾次事件之中 其實過去有幾個貨幣 消失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其實實際上在這個 司馬謙 因為我上次說過還有八書 上次講的天公書 就講天文的 最後一書叫平準書 平準書裡面 就有提到貨幣 太史公就是司馬謙 我們自己說 他自己就是太史公 他自己說 因為位階 官階的問題 所以司馬公約 就是司馬謙說 司馬謙自己寫 對 他就類似秩序的邏輯 他說這個農工商之路通 就是農工商的交易要四通發達的話 對 而龜貝 金錢 刀 布 之幣 心煙 這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當時的貨幣 他只要是交易越來越發達 四通發達的話 對 這些貨幣的需求量 跟整個交易的流量會越來越多 以前貨幣有烏龜 有貝殼 有金屬貨幣 又用布 布也是有貨幣 應該說 他是說這樣子 就是說布幣是這樣 就是這是一個以前的農具 像個鏟子 在除草用的 變成一個貨幣的樣子 然後也有刀幣 像武器 它是銷物品的武器 變刀幣 然後這叫圓潛 這是以前那個紡織的輪胎 紡織那個胎圓輪光的樣子 對 輪軸 所以貨幣就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錢 刀 布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龜 是龜殼 龜殼已經消失了 這個貝現在還留下來 在一些遺跡上被挖到 其實是在這個夏朝跟這個 剛剛世光不是講的貝哥哥嗎 為什麼會貝這個金錢 對 為什麼叫貝哥哥 由來在貝 最早之前在夏商的時代 海貝是當時的貨幣 因為最早是以物以物 但隨著整個交易 就是大家換東西 真的換得很煩了之後 開始拿出來就是拿貨幣 貨幣的邏輯是在於 因為當時商跟夏的 大概在河南附近 那個離海還有點距離 很遠 對 所以你拿到海的貝其實 數量不多 然後就變成當時的貨幣 然後這是當時的海貝 因為他不能仿製 以夏商當時的潮戰 第一個貝殼不能仿製 而且貝殼很好判斷判別 又容易保存 它就變成取代以物以物的 一個媒介了 媒介 所以就是交易的功能 貨幣交易的媒介 貝殼之後因為發現 真的貝殼沒有那麼好取得 隨著整個交易開始上來了 就剛剛講的 市農工商有一些 交易的行為出來怎麼辦 開始有人用一些商品物質 來仿製相關的貝 像這個是什麼 野獸的骨頭叫骨貝 然後這是玉 把它刻成貝的樣子 這是軟的石頭 叫做石貝 都來取代貝就對 因為海貝不夠 海貝不夠用 所以說最後到了西州的末年 海貝就變裝飾品 其實跑到這個地方 跟剛剛看到的金屬貨幣 所以以前貝殼是種貨幣 後來因為貝殼也共產不做 就變成一個收藏品了 所以我們看現在很多 新石器時代或早期文明 遺址都有發現 都是串一塊貝在它們 其實那不是裝飾品 就是賠帳 錢 賠帳 貝的單位叫做棚 朋友的棚 通常是10個貝 變成一個棚的單位 所以朋友朋友來 借錢的就是朋友 不借錢就不是朋友 他們懂得意思嗎 所以趕快找你朋友借錢 不借給你錢就不是朋友 對 所以說貝殼不夠之後怎麼辦 就發明銅錢 貝就這樣開始消失 交易變成裝飾品 石器時代的消失 開始進入金屬時代了 對 可是如果我們來看 中國的智人你會發現 跟價值跟交易有關的智 其實最後都有一個貝 這是貝的一個象徵 你看 借貸的貸有一個貝 貧窮的貧 貿賂的貨 貨品的貨 財 財富 奢賬 資金 然後資產 然後債券 購買 然後賺 買 賣 販貴 都有貝 所以說你會發現 貝的由來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貝消失了怎麼辦 就是變成那個銅錢了嗎 所以金管會主義 我們就叫賤人委員 不是 你要貼賤人 不是這麼罵人 不是 那也沒水準 NCC不要罵我 賤的意思就是有來有往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感謝我們的委員 對台灣有巨大的金屬的交易 或金錢交易 所以你就發現 在這個過程之中就不見了 貝又不見 消失了 自留下來 對 然後就發現說 在這個邏輯之中貝殼就消失了 然後後來就變成像是情辦兩 變成漢武器的武朱錢 那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整個金屬貨幣開始流通 所以人類第一個老師 觀眾朋友去想想看 這不是只有財務金融 像我們今天都去南洋街補習 當然現在很多線上教學 為了就是考上大學 考上大學就是為了 能夠成家立業 找那份好工作 為了賺錢 所以孔子老師是誰你知道嗎 一定是教你挖貝殼的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以前一定有挖貝殼補習班 因為只要你會挖貝殼這條技巧 你就可以發財 很多頭顧開班上技術班的課 這個原因就叫你賺錢 所以古代在五千年前 最好的賺錢術就是教你挖貝殼 會挖貝殼的人就可以致富 那會教你挖貝殼的人 所以五千年前就有金錢報 那個人就叫楊世光 所以楊世光的祖先的祖先 應該是教你如何挖貝殼的 所以一樣賺錢的手段 我們現在看起來很蠢 其實人類一直要 你要從河南跑到海邊 真的有一段距離 我們上次其實上次來講大陸 中國大陸錢荒的時候 我們跟你講的 宋代有錢荒 應該還有印象 為什麼要這樣再講一次 因為其實重點是在於 剛剛說的貝不見了 貝殼不見了之後變成什麼 金屬貨幣 就是物質貨幣 但金屬貨幣當時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一句 就是消融石錢得金銅一兩 就是說貨幣的只值一兩 但是你把它賣掉之後 可以有五兩 這樣的邏輯 就是五倍 賺五倍 賺五倍的話 其實就跟他講 大家沒有人要貨幣 大家全部跑去幹嘛 就把錢幣融掉 發行已經有限的支持的 情況之下 再把它融掉 就錢荒 比特幣也是一樣的邏輯 發行就這樣子 大家覺得好像一直標 好像發行越來越少 他的錢會越來越貴 可是他的購買的東西 其實變成越來越困難 就變成貨幣太貴 反而會傷到市場的交易 對 就是發現就錢荒了 比特幣也會有錢荒 這是我們認為的未來 為什麼 因為就跟宋朝一樣 大家會發現 大家錢都拿去融成銅氣來賣 沒有人要交易了 所以就會有新的出來 新的虛擬貨幣 也可能會出來 對 就像鐵幣 當時做鐵幣 可是鐵幣之後 又出現了有套利 政府又不開心 所以有交紙 就是紙操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過程之中 金屬貨幣的使用量 又開始下降 因為被紙操有一部分的取代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交易真的要方便 為什麼紙操會發明出來 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就是太重了 銅幣你要交易一次幾千兩 你要背到你 可能要用深處來拉 所以這個邏輯裡面 又發現整個紙操會發明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邏輯裡面 它還是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整個貨幣的四個邏輯 貨幣最後其實這個 教科書上面跟大家說 貨幣有四個功能 第一個叫什麼 基本功能是交易的媒介 這最重要 你要能夠買的賣 比特幣現在就是很多地方 還沒有被接受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有一點像是有航無事 就是它有這個價格很漂亮 但是跑不動 拉回來的話 它很難做交易媒介 它太貴了 對 它太貴了 然後大家也不願意把它賣掉 因為它會繼續漲 這樣的過程 其實就像當時的銅錢一樣 沒有人要銅錢交易 以本來賣掉賺更多 所以邏輯上這個價值的交易媒介 功能被考驗 再來是什麼 這個標準的 價值的標準 這個也沒有辦法被控制 因為在這個基本功能裡面 我們看到這兩個關鍵 其實都對比特幣是比較不利的 對 在這個延伸的功能出來之後 價值的儲存跟遞延支付 那個更難 因為其實你說像一些支付工具 手機支付 信用卡就是支付工具 它其實可以做 就算沒有辦法當貨幣 它可以做支付 比特幣現在能夠支付什麼 其實一部分的國家有 但是真的還是不夠 就是說你要讓這個貨幣通行 或說它要有未來性 其實是要大家先用 對 坦克也當作 我們的財機司馬先花點時間 讓大家了解貨幣的這個 從創造到毀滅的 不斷的循環的過程 所以貨幣到底是幹嘛 觀眾朋友今天不是財經課程 今天我們賺那麼多錢是幹嘛 要回到初中並不是賺錢 是為了賺錢讓老婆開心 讓爸媽光榮 讓老師有成就感 還是讓小孩能夠得到 他想要的玩具 不要忘記賺錢的初衷 人生沒有目標就變成賺錢為目標 那賺到一堆錢之後變成守財 可是假如我們把歷史拉開來看 觀眾朋友就跟那些法老王 跟徒弟挖出來 最後把所有錢套在脖子上 這不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嗎 變成了一種裝飾品 再過五千年 從你的墳墓 從我的墳墓挖出來 就以上都是清台幣的鈔票 覺得好好笑 為什麼古代人 會把一堆垃圾綁在脖子上呢 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做這個蠢事 所以錢要好好用 所以剛剛坦克又提到 錢就是要來交朋友的 所以有朋友給你借錢要趕快借給他 我們看到同樣講貨幣 所以這貨幣大戰 我們先講到現在的發展 另外我們要看到昨天的大消息 就人幣在一堆子的即將方法 忽然把美元的權重大幅度調降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跟我們提醒 就原來的組成貨幣的權重在這邊 那昨天公佈的權重 包括美元從26.4%降到22% 包括像歐元從21%調降5個百分點 日元調降3個百分點 那去哪邊 它一口氣增加了11種貨幣的權重 而且最特別的就是韓幣 韓幣一口氣拉出來成為人幣的 加權指數第四大的貨幣 人民幣跟美元的貨幣大戰正在進行 到底誰該升誰該扁 升完扁完之後會有什麼好處壞處 可是中國的人行 甚至把人幣做出另外一個叫外交功能 我要請教一下大家可以我們觀察 因為這個人幣改變一籃子的計算方式 同時大量納入新市場的貨幣 這個他給貨幣一種新的價值 就是外交功能 韓國人好爽 因為我竟然是人幣第四大的組成貨幣 您在觀察 對 我覺得第一個是時間點有點特殊 為什麼選在中美最近的感覺上 好像有點對戰的情況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選擇在這邊把美元的 美元的權重大幅要降 對 我覺得這應該有一些背後的意義 你說美元的權重降多少 一次降了4個百分點 其實它包括像是歐元也降了5個百分點 然後日元部分也降了3個百分點 所以說前三大貨幣算是降很多 那都跑去哪 就你剛講跑到韓幣的部分 一口氣升了10個百分點 對 那這樣要去想說 到底為什麼跟韓國突然 要有點結盟的感覺 就很像古代這個合縱聯合一樣 去中國大哥拉攏韓國的目的是什麼 他可能就是 也許你第一個反應之後 他可能要孤立美國 是 因為日本跟美國比較好 所以把日本也壓低 把這個美元也壓低 是 所以第一個可能性是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他一個可能 好 跟南三位 謝謝 我們會說 なくて 含的是 那時 我們可以說 怎麼樣 我們不想說 這個問題 這就是 我們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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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